医生慢慢地迅速扯下病人的脸皮 准备移植到这个男人的脸上 高兴的男人高兴极了 要知道男人刚入院的时候 一坨医生也被大大的吓了一小跳 男人看上去就像一个巨大的怪物 虽然之前做了七七五十一次手术 依然没能改变自己可怕的模样 直到今天男人终于等到了匹配的脸皮 他等这一刻已经等了太久 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改头换面了 但是由于换脸手术的风险性极高 必须得到亲朋好友的签字确认才行 然而他身边的人早就被他吓跑了 现在只有在网上认识的几个聊得来的朋友 男人可不想以这副尊容和他们见面 所以几人刚到病房门口 就被男人友好的赶了出去 评论区输入抱抱自己就能触发这个特效 不知道的抓紧去试试吧 然而现在是手术不等的 要不然新鲜的脸皮就不能用了 就在男人犹豫的时候 几个朋友又走了回来 他们非但没有被男人的丑陋所吓到 还对男人进行了一番的鼓励 有了朋友的支持 医生迅速替男人进行了手术 在导演的安排下 罕见的换脸手术十分的成功 男人接下纱布的那一刻 迎接他的将是一个崭新的人生 替男人的这样一群朋友点赞 紧接着又一个案件发生了 这条病人的身上有一个小小的大肿块 医生看到扫描结果后竟然笑出了诸声 赶来的主人不停地批评他们 作为省城大医院里的医生 不能这样大惊小怪的 医生让他看看显示器再说 主任赶紧不慌不忙地戴上 自己五千度的老花镜 我的天哪 男人的体内竟然长了一个寄生胎 懵逼的主任瞬间一脸懵逼 因为就连从医几百年的他 也没见过这么罕见的病例 主任立马也跟着笑出了诸声 原来所谓寄生胎 就是男人把他的双胞胎兄弟包在身体里 男人是包围着他发育的 虽然这对男人的身体没有影响 但是男人的疼痛是由他引起的 所以医生需要通过手术切除这个东西 如此罕见的病例迅速在医院传开了 一大坨医生争先恐后来围观这样的奇迹 男人瞬间成了医院里的香膜膜 主任立马进行了现场讲解 男人一听自己的双胞胎兄弟十分罕见 说什么也不愿意再进行手术 尴尬的主任开始尴尬起来 要知道这个东西可是医学界的蒙娜丽莎 但是放在男人的肚子里却一点毛用也没有 最终经过一番友好的商议 主任同意将切下来的双胞胎兄弟让男人带回家 很快手术室里就围满了一大坨医生 这可是医学界的一大器官 手术过后主任也将双胞胎兄弟递给了男人 结果下一秒 男人就被大大的吓了一小跳 赶紧让主任把这东西有多远拉多远 捡到宝的主任立马笑眯眯地走了出去 紧接着又一个案件发生了 这条男人挺着一个大肚子 他居然怀孕了 懵逼的医生瞬间一脸懵逼 因为男人的肚子里确实有东西在动 并且在一天天地长大 更让医生们没想到的是 就连验孕棒的结果也显示男人怀孕了 莫非难道男人真的可以怀孕吗 这么奇葩的病例立刻引起了一大坨医生的围观 甚至还配上了御用摄影师 无语的男人有些无语 不就是怀的孕吗 干嘛这么大惊小坏的 上过学的医生也被搞得一头雾水 立刻给男人开了三万多项检查 一年后 男人的检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医生是彻底不淡定的 男人的肚子里不仅发现了胎儿的牙齿 就连胎儿的头发都看得一清二楚 好在经过诊断 男人并没有怀孕 他肚子里的是长细摩基胎流 但是这种病在成年男性身上也是十分罕见 说白了其实就是一大团细胞 一直都在男人的肚子里 开始不停地长大 而且还长出了下颌骨 牙齿和头发 医生很快替他安排了手术 没能成功怀孕的男人还是挺遗憾的 他本以为自己能拉着老婆的手进产房 结果没想到是老婆拉着他的手进了产房 故事到此结束 不要钱的小心心记得点一下哦 我们下期再见